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 比如我们赖总统说的什么话 造成对安的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我觉得通通都不是 其实在这种过程中 我们的赖总统 他的一个谈话 他只会影响到某些的产业 他不太可能影响到 整体的一个大盘的一个环境 而整体大盘的环境 到底是什么 观众朋友要去了解到 我说每一个阶段 每一个操作的策略 都是不一样的 富贵 不必显中求 如何富贵不必显中求 在这种过程之中 它就是一些策略面的应用 在这种过程中的台北股市 它是分成资金面 技术面 筹码面 技术面跟筹码面是在一起的 基本面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台北股市曾经盘中大跌了140点 怎么拉上来的 其实拉上来的就是这一档个股 台积电 也就是台积电在今天里面涨了6块钱 它就等于至少涨了50点 所以如果台积电没有涨 整个台北股市今天大概就是跌个90点 100点左右 跌的主要是什么 就是之前里面来讲 在涨的股票 譬如说之前里面来讲的话 因为高股息的ETF 换掉了很多电子个股 纳进了很多的非电 今天跌的就很多 都是来自于非电 我们就不去谈什么观光个股 或是什么旅行概念个股 因为这个部分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我觉得在这种过程之中 到底对岸的反应是什么 我们的赖总统说的是什么 都不是我在今天的重点 我在今天的重点 是来探讨说今天的台北股市 它凭什么去做一些的收敛 那就很简单 市场上面一定还是开了一个赌盘 比如说最近的台北股市 它有很多个股的一个上涨 跟基本面无关 它不是跟基本面有很大的关系 它跟筹码上面的运用 有很大的关系 而且最近里面筹码的运用 它很容易做什么 业内主力很容易做什么 抓紧时间的脚步 一波攻顶 攻完就没了 攻完就没了 很多都是这样 就像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 谈到的 我说基本上而言 为什么21000点左右 我说21000点左右 从20800点之上 就是21000点 正负200点之间 基本上而言 你不可以持股满党 因为它的突破这一条 下降的压力线 它基本上还是不带量 任何的压力的突破 任何关键性的K棒 它都不需带出量能潮 它在这一次没有 我就问观众朋友 你自己看你手上的个股 是不是很多的个股 一红一黑 一红一黑 僵持在巷弄站里面 僵持在肉搏站里面 一下红棒 一下黑棒 一下红棒 一下黑棒 一下红棒 一下黑棒 是不是这个样子 大部分的股票是 你能够买到创新高的个股 你就拍拍手放烟火 所以在最近里面 药滑大家为什么说 它是一个腰股的原因 就是如此 药滑我在之前已经讲过了 我说2367的一个药滑 37块钱以上 你就是都用当冲 你不要再跟之前里面 它是爆波段的 你在之前里面买的24 你当然爆 可是你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你就基本上而言 就是当日冲 冲冲热为主 最大量的区间就在这里 破了33.5 那你就砍 那你就砍 那就是热 那药滑现在大家都觉得很多热 低轨卫星都觉得很热 那主要的一个原因是 因为目前的评估 药滑它本身还是PCB版 今年是2块多 那2块多 你现在到37的40块这里 其实你本益比并不低了 虽然你有转机成长性 我们之前买 就是它会转机成长 那你现在已经上来了 上来它大涨这一段 那你就必须回归到什么 它的筹码面跟它的技术面 那37块钱以上 我已经在这个节目讲得很清楚 你就是上上下下冲为主 那台币股市 我刚才第一个强调说 因为你到21,000点 正负200点 那到这里来 你本身我就跟大家讲说 大概不会变 你大概就是一定 不管你未来到22,000 还是你到24,000 你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空间 你基本上就是要保留 三层的现金部位在手上 或是三层的A等级 或是投资级等时的公司债 未来美国股市要降息 你再去买所谓的美元公债 长天期的 这是你先了解的部分 那这个时间点里面 整个一个台北股市 今天之所以要先了解 为什么会涨幅 应该说跌幅开始去做收敛 就是来自于挥打的财报 即将在后天 我们台湾的时间的后天 美国时间的明天晚上的盘后盘 它去做公布 那因为挥打如果放在台湾 其实毋庸置疑 它一定势力多 因为现在GPU的晶片 非常的一个缺货 只是能不能够到达 大家要的240% 或是大家说的400% 看最好是到400% 那一般而言平均值 就是240%的成长性 那这个部分就要再去做观察 可是台北股市就蛮好玩的 就是说在这个时间点 不是说好操作 就蛮好玩 就是市场上面 就有个资金上面 它就做很短 它就赌这个财报 所以你在今天里面 就可以发觉到 所有的台北股市 很多的个股在之前 电子个股最低是 38%的资金流向比 到今天里面的收盘 是62% 就38跑到62了 我们算40到60 就20个% 从非电的族群跑回来 你在跑回来的过程中 你非电的资金掉了两成 当然非电的资金里面 就会往下掉 这两成跑回来的部分里面来讲的话 当然很多也不是跟你天长地久 它就是开始压注在什么 灰达的一个财报 所以你在今天里面来讲话 整个市场资金就一直贯注在什么 比如说什么 未来的电脑展 Computer Tech电脑展 或是在现在里面 要谈到的黄文勋董事长 他到时候的电脑展 他到底要说什么 卡卫在整个 灰达的一个财报上面 就是如此 所以在这时间点里面来讲话 整个一个台北股市 我说第一个 很多人有四成的资金 基本上都是做很短 当日冲 很多的资金来讲话 他也在隔日冲 很多的资金 他就是一波到底的一个做法 你想想看 我就问大家 在之前里面的营建个股 比如说第一季财报很好的 5508的永性建设 我没有 你看他是一波上去就下来了 他就是继15类16类之后 是不是就跑到这里来 那就是这样子 甚至你看到了 很多个股就是这样 上去就这样下来了 他就停在这一边 所以台北股市在这个时间点 因为很多的资金 都是在做极短线 目前来讲话 我说灰达的财报 如果以台湾的观念是好的 可是能不能够去战胜 美国当地分析师的一个预期 因为看太好了 那就很难讲了 你就必须要去再去做一些的观察 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里面 一个所谓的科技产业 我说未来 AI不会死 它只是不断的变形而已 一下子讲A系列 一下子讲H系列 再过来讲B系列 再过来讲GB200 甚至大家更前进的到什么 机器人的概念个股 但是你前进到机器人的概念个股 你必须要知道机器人是很久以后的事情 而且机器人假设你是做手 做脚 做眼睛 你不是做脑袋的 你赚不了大钱 这样听懂吗 因为人工智慧机器人里面 最重要的是脑袋 脑袋不会控制在台湾的一个手上 你自己就去按照技术面去做操作 以目前的技术面 我说第一个 它是多空肉薄的巷弄站 在这种过程中 如果以极短线而言 你的KD指标就是交叉向下 你做短的人 你当然可以稍微出场 近代日KD指标 重新交叉向上为止 然后只要KD指标 还没有修正到低档区之前 你一档个股的资金 你就要切割成至少两份 比如说你本来买一层 你就0.5层 你本来买100万 你是50万 你本来买10万 你就是5万 你要保留后续上面 再去做加码的一个空间 因为你毕竟是KD指标在高档 你的胜率上面 比KD指标在低档 你的胜率会比较低 而且如果你选的个股上面 它是在已经涨上来的股票 我刚才就讲说 台币股是大部分的个股 其实红黑 创新高有时候也会拉回 除了少数比较热门的人气个股以外 大部分都是这样 所以如果你的个股上面 它已经脱离了底部区 你就要来回利用什么 价差型的交易 来来回回去做一些的操作 这就是这个样子 我有刚刚给大家看 因为中线的周KD指标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大盘 大盘的一个日KD指标 它已经交叉向下 它的去认就是要怎么样 就是要到指标80之下 今天有一个指标 K值跟D值有一个 已经到80之下 我说你要短卖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看均线 它还是在所有均线之上 因为在今天里面 整个台北股市点100多点的时候 就拚了台积电 说实在的 挥达整个晶片的系列 或是未来 不管AMD或是Intel 它要出来 其实台湾里面最受惠的 当然就是台积电 就是半导体最受惠 它的毛利也会最高 因为一路以来 从7奈米5奈米3奈米2奈米 现在大家已经要开始讲 明年的2奈米的事情 其实今年还不会2奈米 今年还是大部分都在 5奈米下到3奈米之间 所以KD指标就是交叉向下 以周线上面而言 你看在上个礼拜 为什么提醒大家说 在上个礼拜的台北股市 我这个是上个礼拜四 就提醒大家 我是上个礼拜的台北股市的周线 是创新高 但是它技术指标是背离的 量的也是背离的 这个是双背离 所以双背离的过程中 虽然它是一个多方 可是它是在一个双背离 这个叫熊市背离 在熊市背离的情况之中 你也不能够什么 说哈 所有钱你都跟它说哈 这样的话 我就跟大家讲说 很多人都是在低档上面 买比较少 在高档上面会买很多 不但买很多 还会融资扩张信用交易 这大部分都是一些的 投资朋友的一个结果 比如说13000点出身段 就不买 15000点还是不买 你到这里来 你看到融资水位 我说这一次的融资的水位 跟我们在过去看 所谓的一个底部区 真的很不一样 大部分的波段的 低点的融资水位 没有这么高的 看到没有 大家可以看一下 长期以来 大概都没有这么高的 你看到没有 所以在这一次19291 唯一不符合底部迹象的 就是在这个融资 大家非常非常有信心 大家对台北股市里面来讲话 很喜欢用说哈的方式 大家操作在极短线上面 大家比较着重在题材性 着重在筹码面 并不是着重在基本面 这样的话 对于整个一个台北股市 它的结构上面 它就会产生一定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话 可能就要去注意 尤其在今天电子资金比重 回到六层 这最头痛 为什么回到六层是最头痛 因为传经电会轮动 假设挥打财报又预期 可能资金就回电子了 电子再往上走 对不对 假设挥打财报 紧静符合预期 又是在那边轮动 传经电轮动 你就非常的难以掌握住 台北股市的一个结构 所以你就必须要去留意 新台币在最近里面 不断不断的贬值 外资期选限 有同步做多吗 没有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唯一要能够救台北股市的 除非就是内支回头 为什么除非是内支回头 因为OTC的部分 是唯一KD指标 还在多方的 而且是在指标50附近 做正交叉 理论上而言 他应该要过这个 253.26 理论上应该是要过 可是如果他过这个高 量不够 量没有去做表态 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 都是在这个量人潮是不够的 这个量人潮是不够 所以大家自己留意 但我觉得台北股市 无论如何就回归到说 基本面它可以改变技术面 但是技术面 它没有办法改变基本面 譬如说你的接单 会因为你的技术面好 你的接单就变得比较好吗 不会 但是你基本面如果公布的好 它是有机会去改变你的技术面的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 就跟大家讲说 每一个阶段 你的操作的策略 要有所不同 AI不使只是不断的变形 就像你现在选择AI 尽量去选择GB200 就像你现在在高位阶里面操作 你一定要有什么 你一定要有短线上面来回做 价差的一个打算 你就算在整个 而且你在这个日KD指标的高档 你就是不能够一次买满 而且21000点之上 三成的现金部位放在手上 主方从来不讲事后话的 我都把所有的事情里面 就是跟大家讲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因为我不喜欢 不喜欢投资朋友跟很多 或是把鼠方看成 跟一般投资 投雇公司里面来讲 老师一样 台面上的老师一样 死多头或是死空头 我就不是 该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 你看我的节目就是怎样 我不会因为我想要收会员 我想要让观众朋友你加入我 我就说 不是我的看法 不是 我不是这种人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 在这个时间点富贵不必显中求 保留三成的现金部位在手上 对你而言绝对是好的 这不是一个所谓的退守 这是一个积极的面对 如果大盘有所拉回 你才有现金部位再去做进场 不然的话 你在高档上面满手套牢的持股 没有现金部位 你下来的话 各股的过程 修正的过程 你会很难过 其实很多的一个营建构 啪一声就下来 或是整个一个所谓的一五类 之前我跟大家讲说 这个已经爆掉 4月18号 我说这个已经爆掉了 一下下来就是倒计线 你如果没有保留先进部位 你该怎么办 所以在这时间点 你要了解到产业独家的资讯 鼠方对盘式多空的看法 如何去做一些的操作 你要全部一手掌握 你就加入我们官方的LINE 小老鼠Queen88598 或是李鼠方股市全方位 YouTube去扫那个QR Code 所以在这时间点里面来讲的话 我们就喜欢 不管是在盘式上面 不管是在产业上面 你看现在大家都开始讲 低轨卫星了 我们有没有在之前里面 就先告诉大家 你想要动足先机 跟鼠方在一起的投资朋友 在这个时间点 不想当个使多头 也不想当一个使空头 那就趁着这个时间点加入我们 跟上我们在盘中 全新投资组合的操作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其实在最近里面来讲的话 市场都在开始去做一些的押宝 比如说电脑大展里面 要展览什么 黄文勋董事长 他到底会说什么 大概都在台北股市里面 去做一些的显现 在最近里面 我们也跟大家讲说 同价的一个大涨 我们在之前里面 在PCB的操作 我想看这个节目的观众朋友 都很清楚 我们在整个一个之前 就跟大家讲 当时候的一个京剧是这一根 看一下时间 是这一根 也就是说 它是在整个低档区 它打出一个大底 在这个一个情形时间点里面 刚刚去突破 再去站上景线位置的一个过程之中 我们去买的 那一天是在这个价格 15号是在这里 你是在65.4到69.5之间 你可以去买 创新高你不要去做最高 待会假设你去做留意 今天再创新高 已经从65块多的 68块69块 到今天最高747 你说今天747你才要去追 我说台北股市在最近里面 你可以发觉到 大部分的股票都是什么 涨涨跌跌 涨涨跌跌 我就拿2317的一个鸿海 我们从140告诉大家 我说到了170块钱左右的时候 甚至最高175我就说 每个人都跟我喊200 我会怕 你知道吗 因为股市里面就是很奇怪 人很多的地方 基本上而言就是不要去 如果你的成交量爆掉 像当时候的所谓的银件资产 跟15类16类 都是这个样子 因为股市永远都是什么 长期而言就是有少数的赢家 所以你在这种过程 你自己去做一些的留意 就是大部分股票都是涨涨跌跌 所以你在这种过程中 你就不要 它连续已经涨了一层以上的时候 你就不要过度追高 我刚才跟你讲 你就不要过度的追高 你基本上就是来来回回的一个操作 金居就是属于铜箔厂 就是它的主要来讲 PCB的厂就跟它拿铜箔 还有什么 还有CCL也是跟它拿的 当时候的要划是在24块钱 打大底的时候 我们就去做介绍 甚至在PCB里面来讲的话 你不用讲说 要划我们在20几块钱 跟大家介绍24块 甚至当时候的台光电 我们也赚了一倍以上 就像在最近里面来讲话 你看台药 我们在150块钱推荐给大家 建立基本持股 200块钱以上 我们直接讲卖 拉回到之前低点的附近 我跟你讲还可以再卖 我说去对称 对称它之前的高点的时候 你就不要再去追了 你这样就是叫做来来回回 这样了解吗 甚至要划 连要划我们的操作都是来来回回 这个你自己留意 那见顶更不用讲 我们是完成了一倍以上的一个操作 从100块钱出头 再到170几 180几 在这一次到240块钱左右去卖掉 就是这个原因 那你来看在这一次里面来讲 我们也一样 你就是要利用来来回回 清晨我们是从100多块钱 200多块钱就在操作 那在这一次你看 如果你是在利用大盘在拉回的时候 你去做买进 你才有机会 情城在这个时间点里面的最高 他来到308.5去赚钱 那到308.5 他还是电子个股里面算很强的 你看是不是一红一黑 所以你就尽量压回的时候买进 就是这个道理 上次来讲3443的创业 我们跟他讲说 这个是叫头肩底 你要在右肩的低点去做买进 那我说既然是看厂 我就不要多讲 多讲的话也没有什么意义 那我说整个一个CPU 是在2025年台积电认证 2026年会开始生产 2027年它才会开始慢慢的出来 那你自己要去留意的是 除了台积电 除了这些所谓的光通讯 放在交换器 很多个晶片里面 用共同一直的封装 先进的封装 封装在一起之外 你要注意 它是很难去做修理的 损坏去做修理太难了 因为它全部封装在一起 所以这个过程中 它就需要一些的测试 这测试里面当然分成很多 有6223的旺系 甚至有所谓的6515的隐微 那6223的旺系 它还有个好处 就是它跟国际大厂 在6G 在所谓的一个 整个CPU的仪器里面来讲话 设备去做一些的合作 所以它至少在今年 明年因为台积电先进制成的关系 它是会获利的 它比3363的一个上权 跟台积电合作 是比较能够看到 封装3450的联军 这都是跟什么 这都是跟CPU上面来讲 是有关系的 至于在塔塔亚店 他昨天的法初会也说得不错 不过我有跟大家讲说 你要买这种个股 你就是要很有耐心 创意会比它更快 但是它慢慢也会比较快一点点原因 越接近下半年会越快 也就是说它最坏的情况它已经过去了 你现在大家要谈到说 GTC里面唯一可以做到什么 唯一可以做到整个水冷式的电源供应器 到所谓的散热的部分各方面 大概只有台达电做得到 它也会去未来供应到水冷 从之前的风扇到水冷 再到这一次里面来讲 我刚才跟大家讲过 未来的电源供应器 会从过去分离式的 变成一个插槽 一个插槽 这个部分里面来讲的话 大概就是以台达电为主 今年大概是12 13 明年大概是16 这是大家自己去做留意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 居中里面的台北股讯 在目前你一定要富贵 不要显中求 你一定要保留部分的现金部位 在这里面 然后等待大盘里面 我说多空的厮杀 你看谁胜出 因为我们不是戈备很粗的外资 我们也不是钱很多的政府基金 我们能够去做的 就是随着多空的趋势上面 他去做一些的操作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你要动足大盘多空的方向 跟鼠方一起操作的观众朋友 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 跟我们的线上助理联络 跟上我们在下一个阶段 全新的投资组合 或是盘中来回性的一个价差 去做一些的操作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